他们没有更多的去传福音 他们没有足够的属灵的恩赐 他们没有比坐在他旁边那个人好 他们没有比牧师 没有像牧师这样好 但是所有的牧师都觉得 他们没有比另外一个牧师还好 全世界所有的 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罪疚感在他们 我们所有的基督教 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上面 我们所唱的这些的诗歌 我们聚会中间的那个气氛 当你得到耶稣的启示的时候 你真的知道耶稣是你的救主的时候 当你得到圣灵的启示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神的那个能力 如果你对神的那个了解 只是建立在这两个启示上面 讲到就是关于救恩跟能力而已 你觉得你人生的目的 就只是为了得到那个能力 去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遍权利而已 所以很多的飞机徒 他们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被鼓励要更努力地去做事 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有很大的一个要求 怕他们失去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试着尝试 赢得这些人进到我们教会的里面 然后他们进到教会 发现到 其实我们比他们更严厉 但是他们要的是安息 他们要的是平安 他们要的是喜乐 他们要的是满足 他们要的是爱 他们进到这个天父爱的启示当中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做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会带你的心进入到安息 因为唯有天父有这样的一个爱 你知道连在耶稣里面的爱 祂的源头都是来自于天父 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到 他说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没有人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他其实原文讲到 是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 所以有爱是来自于天父 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去领受 我想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从第二十五节 耶稣这样子说 那时耶稣说 父啊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事像聪明 通达的人 藏起来像婴孩 就写出了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句话 因为他说天父我谢谢你 你把这些东西彰显出来 是像婴孩 去把对这些聪明达人的藏起来 他在说的是什么 他说你将这些事 那这些事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事 他讲的就是 他自己在教导的 他自己在教导很多不同的事 后来他说 他说你把这些事情 向那些聪明的人 藏起来 却显示给那些婴孩 但是这些所 耶稣所讲的这些东西 只有耶稣知道 唯有他知道 他所教的 因为没有人之前听过 所以他说 当你把这些事情 显示给婴孩的时候 其实他第一个在说 就是他自己 因为耶稣就是那位天父 把这些东西彰显出来 给的那一位 所以耶稣其实在说 我有一个婴孩的心 好像一个婴孩的一个 那个小baby的一个心 他说我不是那个聪明达人 我却有一个孩子的心 你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跟随耶稣的人 耶稣去到哪 我们就去到哪 他怎么过 他怎么活 我们也怎么生活 我们其实的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要更像主耶稣 但是耶稣这样说 他说没有人可以进到天国 除非他们回转像一个孩子 所以当耶稣说 除非你回转像一个孩子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 那我们就要跟随耶稣 进到天的国 对不对 所以耶稣在说 我是一位孩子 我也一位孩子的心肠 如果你跟随我的话 学习像我 学习跟我一样的行 我就会带领你进到天国 不过这个当作 你就会变成像一个孩子 跟我一样 除非你像一个孩子 你没有办法进入 你知道我们常常试着 当那个聪明达者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说 我的目的就是 我要知道 所有这些的属灵的事情 听过所有的不同的想法 然后再开始有我自己的想法 成为那个有所有答案的那一位 因为我小时候听别人说 基督徒我们拥有世界所有的答案 那其实不是真的 我们没有对世界所有的问题的答案 我们只有一个答案 那个答案就是耶稣他自己 不是我们有所有的答案 但是我们尝试着得到不同的答案 成为一个聪明的达人 因为好像索罗门王一样 他想要成为智慧的人 他不想要跟随神 他只想要智慧 那最后他却远离了神 但是耶稣却是我们的智慧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聪明 只有他有智慧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学习走那个道路 就是学习成为一个孩子 在第27节 耶稣这样子说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 教父我的 他知道他父所拥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他 他就这样子说 他说没有人知道子除了父 你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 他讲的一句话 但是却也是同时间告诉我们 耶稣其实是多么的孤单 他其实在说的是什么 他说没有任何人真正的了解我 只有我天上的父 我们知道亚当他也是如此的 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是知道父 认识父的 因为在伊甸园里面 他是与父同行 亚当跟夏娃可以在生命树上 吃那个果子 其实告诉我们 预表就是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却是与父同行 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亚当他称为神之子 他是属生 他是神的孩子 他跟父的关系 就是一个孩子跟父的关系 但是虽然亚当跟天父 有这样一个 面对面的一个 亲密的关系 神还是知道 他是孤单的 他说这个人独居 单独不好 耶稣在他世上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孤单 他说没有人除了父外 没有人真的认识我 连他的地上的父亲约瑟 他在纳撒勒的之间的朋友 连他的母亲 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他 没有人 晓得子除了父以外 所以他又把这句话 反过来这样子讲 他也说除了子以外 没有人认识父 他其实在说的是什么 他说只有我 除了我 没有人真正去认识 以色列神耶和华 他说没有人 任何人知道 只有我 所以犹太人的礼教 听到的时候 他们非常被冒犯 有些人的拉比人 他们是 拉比他们是 他们满头的白法 你知道他们是 被 那个旧约里面 很多的经纪 他们的生命 一生 就是来去研读 关于以色列的神 他们从小时候 就好像在大学的里面 就是把所有的细节 都很细地去学习 但是却有一个来自于 贫穷的人中间的 一个木匠出来 说这样一个冒犯人的 一个原因 他这样子对他们说 他说你根本不认识他 只有我真实认识他 只有我真正的认识他 所以他们就非常被冒犯 很多时候别人告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时候 我们感觉被冒犯 我们觉得说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当一开始去到多伙多 就是那时候在多伙多 复兴的里面的时候 是1994年的10月 然后那些的乐者 他们在那边调他们的乐器 他们当中可能最年轻的只有17岁而已 那时候我是从纽西兰到多伙多 当我第一次站在那个会堂的时候 我脑袋想的就是 这些孩子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 几分钟之后我就向神 求怜悯求老鼠 但是耶稣却这样子说 没有人除了我以外 真正认识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 因为耶稣称耶和华是父亲 是一个阿爸 是阿爸父亲 对这些犹太人讲是非常的冒犯的 有一次我在欧洲几年前 在欧洲在一个天主教徒 他们的一个聚会 坐在第一排的 有九位这些不同他们的神父 跟他们在天主教教会里面 非常资深的这些的领袖 他们穿的是那种非常豪华的那种衣服 看起来就是那种 就是完全没有瑕疵 那种全白是那种非常白的那种 我穿在那边 是穿着我黑色的牛仔裤 然后那个上衣还不错 所以我就站起来 有一天我就这样子说 我来说耶和华是阿爸 我不知道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 但是隔天就早晨 就是那个当那些天主教徒 他们一起领主的圣餐的时候 那个带领整个聚会的 那个神父他说 他说神不是父 他说那个神 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万族 那个高尚的神 我们不能称他为父 你知道直到如今 当我们说神是父的时候 还是有人会觉得冒犯 但是当耶稣这样子说 除了我没有人认识父的时候 他其实在讲的是真理 他真的只是拿撒路 拿撒勒来的一个木匠而已 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高中 我不知道耶稣在当时 他所受的教育 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 但是如果他是有去学的话 也不是那种高等教育 不过他却这样子说 没有人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认识父 但是这是真的 今天还是真的 但是耶稣在这之后 又讲了一句话 他说除了我以外 也没有人认识父 还有 那些只愿意所指示的 就是说 我可以把他指示 显示给你 你没有办法 用自己的能力去找到他 但我却可以把他指示给你 你在有一个对父的一个启示 是我们需要得着的 我们可以已经重生 跟耶稣有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 甚至可以行在大能的里面 有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奉主的名字 那些神奇在我们生命中发生 我们可以在全世界 不同的地方去服侍神 我们可以在基督教的 那个教会界是非常出名的 但是却没有真正得到 最天赋的那个启示 我还记得当我 被第一次被拯救的时候 当我被救的时候 当我得救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灵恩的运动 在纽西兰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 第一次领受到圣灵的喜 圣灵的充满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教会 是在所有的这样的中间 因为那时候很多在纽西兰的教会 他们看这个讲方言 这样的一个现象 他们开始在那边问说 这是来自于神 还是不是出自于神 很多的人 很多当时的宗教的教派 他们决定 说方言是来自于撒旦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说方言的话 他们会觉得 你是一个被蒙骗的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们说 他们去说那个被圣灵喜 不应该被圣灵喜的理由是这个 就是耶稣是对他们在 说领受圣灵的时候 是在他被挂施下之前 或者应该是说在五旬节之前 所以有人会说 耶稣是那个 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 祂是最重要的那一位 在天上地下 没有任何那个名 是我们可以得救的 祂是那个拉法跟欧美加 祂是开始也是结束的 所以我们只要专注在耶稣身上就好 他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祂的名是胜过所有的名 所以他们就会用这些的经节 然后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全部都是关乎耶稣 在耶稣里面我们拥有所有的一切 所以他们说没有所谓的圣灵喜的这样第二次的一个经历 他说当你领受耶稣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有丰富的圣灵在你的里面 现在会有人说 说如果你好像认识耶稣 你就已经完全认识天父 但是耶稣却在这边讲 是对那些已经认识他的人这样子说 我可以将父指示给你 他在跟他们说 你可以看到我因为你认识我 但是却不认识父 你需要另外的一个启示 因为真实是这样说 耶稣不是父 父也不是耶稣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很大的教会分享 他们也有不同的好几堂的崇拜 在第二堂跟第三堂中间 在会堂 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就来跟我说 大概有四五个人这样子来跟我说 他们都握了我 跟我握手之后就开始讲 他们想跟我讲 这个人是最后一个跟我讲的 当他走过来说 我伸手拿去握他手 他把手放在他的后面 所以我知道 这感觉会不一样 他说 你说得好像 父跟耶稣是两个不同的位格 我说当然 这是非常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 三位一体 在一个三位一体的神 他说父是一个位格 他有他自己的心意 这是我们在基督教教义里面 就是最基本的教义 耶稣也有他的心意 因为他跟父神说 不是照着我的心 我的旨意 是照着你的旨意 所以代表两个不同的旨意 耶稣不是父 你知道耶稣其实说 父比我还大 他说我是来自于父 我也要回去父那里 所以他说 我愿意来行我父的旨意 他说我做的一切事 就是祂所喜悦的 他说世界需要知道我爱父 耶稣不是父 他们是三位一体里面 不同的位格 当你得救的时候 你遇见了耶稣 你知道耶稣他本身 他没有办法拯救你 耶稣是救恩 当你触摸到祂的时候 你是触摸到祂代表的那个救恩 你就进入到祂里面 所带着的那个救恩 被拯救其实就是进入到 这位救我们的主的里面 就好像你进到那个方舟上面一样 就好像挪亚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得救 这个方舟就是那个救恩 耶稣就是那个方舟 他不是做一件事情来拯救你 他不是做一件事情来拯救你 而是他本身就是那个救恩 你进到祂的里面 当你得救的时候 你就与基督合成为一体 你遇见了救主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是去遇见那个圣灵 当你最深处触摸到圣灵里面 最深处的时候 就好像你跟祂做一个连结 祂充满你 我们跟祂成为一体 但是其实对父来讲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 我记得之前常会很多人 他们会辩论说 其实没有第二次经历到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现在也会有人说 没有第三次经历到天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对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真的经历到父 对我来讲 祂是真实的 我也可以看到一个人 知道他没有经历到这个 所以我人生的目的 就是来真正看到天父 来晓得他 当人说没有第二次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就是你得就是说 你就已经得到所有的圣灵的时候 我就问这位基督徒 耶稣在水里面受洗之前 他是基督徒吗 那圣灵为什么需要在他受洗的时候 要降临在他身上 你知道耶稣他是圣灵感孕所生出来的 你知道耶稣虽然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 圣灵就已经在他身上 当玛利亚的 就是耶稣虽然他走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的时候 他里面怀的是那个 施洗约翰 当这两个怀孕的人 在同一间一个房间的时候 圣灵从耶稣身上 又也是去充满在施洗约翰的身上 所以耶稣其实在母腹中间的时候 圣灵就已经与他同在了 因为他是圣灵感孕所生出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成长 然后得到那个恩宠 从神而来 从人而来 所以他生成为一个孩子 圣灵感孕 他却进入到更生 更父的这样一个恩宠 所以他从来没有失去 他在母腹当中所得到的 但是他却在三十岁的时候 到这个旷野去遇见施洗约翰 那施洗约翰为他受洗 然后看到圣灵 用另外一个方式降临在他的身上 耶稣第二次去经历到圣灵 所以我们也要像耶稣要跟随他 所以当然有第二次经历到圣灵这样的经验 我们必须要透过个别的启示 去遇见三位一体 每一个人是为什么 三位一体它不是一个 你只是去一个神学观 去研度它的 如果你只是想去研度 去了解三位一体 你永远不会去了解 你必须去遇见这位三位一体的神 是每个位格去遇见他 所以耶稣说 对那些可以听了他声音的人说 对他的朋友这样子说 对他的门徒这样子说 对那些他跟他一起用餐的这些人说 这些认识他的人说 他说我也可以将父指示给你 有一个对父的指示的启示 是我们必须透过耶稣给我们的启示 这一体的表情 你知道对我来讲 我最最最让我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你知道我们常常开这样的这个A school 我们会给一个机会 让人有办法经历到 真正去经历到天父 我们其实说到 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子 我希望我们可以说 你一定在这一周会遇见到天父 但是我们只能说你有这个机会 我们只能把最好的机会给你们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启示 除非他亲自来造访你 亲自地把他打开你的心眼 看见到他 看到他是谁 因为这是一个启示 这也是为什么我昨天花这么多时间讲到我们的内心 因为你透过你的脑带头脑 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 是我们内心的心眼需要被打开 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 他就讲了一个是我们很多人常常讲到讲到的 他说凡老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的安息 当我们通常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节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它连结于他在第27节之前所讲到的 我们把这些的经节分开来 然后我们常常是用好像在布道会的时候去讲这样的话 我们就好像说耶稣在说 那些劳苦重担到我这里来 我就让你们的安息 所以有些人 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世界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疲惫 就好像世界就好像是一个 你跑那个圆圈 一直跑一次跑一次跑 没有任何的目的 跑到你最后没有力气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样子跟人讲 说你来到耶稣这里 耶稣让你得着安息 但是很 更惨的是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要他们更努力去做事 但是耶稣说这句话其实是因为 他在27节 或者26节之前所讲的 他说除了子之外 没有人认识父的时候 也是那些子愿意去指示 他说我可以把父指示给你 所以他说你要来到我这里来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要来到我这边 我要将父指示给你 当你经历到他的爱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安息 我相信天父是唯一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想要进到安息的话 他是唯一的那个方式 你知道我看过世界上 所有不同这些的教会 不同的地 就是大家都很多时候 在基督的圣灵里面 是没有安息的 他们要的是要更多这个 更多那个 其实刚才告诉我们的就是 就是我现在有的还不够 我拥有的还不够 我必须要得到更多 我还没找到我寻找的 好像在教会基督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你一定要 要很主动的 一定要更多的去做事 去得到这样的 让你的生命有价值 有贡献 你要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人 你要改变这个世界 你必须要去做事 就是去去去去 就是忙碌 忙碌 忙碌 但是耶稣却说 我要将父启示给你 所以来到我面前 那些所有劳苦重担的 他其实在说 我会将父启示给你 你就必得着安息 他说你要学习我 希望我学习我是柔和谦卑 他说的那个恶是什么样的一个恶 他说你要当父我的恶 其实恶讲的就是把两个人带在一起 可能是像两头牛把他们放在一起 这个恶是把两个带在一起 所以他们可以一起去拉 可以一起去做工 他们一起行走 所以他说 耶稣说你要把我的恶放在你的身上 你知道他讲这个恶是什么样的一个恶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其实没有人在为主做事 他的门徒都还只是学生了 他还没有 这些学生 这些门徒还没有进到这样的恶的里面 他却说把我的恶放在你身上 他其实在说的是 我跟父在这样那个恶的里面 其实他一直不断在讲的就是 父在做的事我也在做 我只做让他所喜悦的 他说我所做的事不是我自己的事 是父在我里面去做 耶稣他生命的秘诀 就是天父在他的里面 他跟父是一起放在一起 到一个程度 他说连我自己里面的神学观 都不是我自己的 你知道耶稣从来没有他自己的神学观 他说连我的神学观都不是我自己的 我说的都是 我只说父叫我说的话 你知道耶稣他不跟人家辩论这种神学观 但是我们常常这样做 所以他从来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神学观是什么 对他讲根本不重要 他在这个爱的恶的里面跟他的父亲 因为这个父就是所有这些神学观的结论 但是耶稣说 你要背负我的恶 其实他在说的就是 你要像我一样进入到这个爱的恶的这个关系里面 你知道我们常常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神学观 就是我们常常会唱一些歌 说我们与主同行 很多人曾经说 我们常常这些错误的神学观 都是先唱出来之后 我们才开始去讲 因为很多我们这些创作诗个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没有正确的神学观 圣经常没有说我们要与主同行 他就说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好像进入到耶稣的里面 他在我的里面 就是我的生命已经定死在时代下 我今天与基督是成为一体 已经不是我活着 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我的生命是属耶稣 属基督的 我不是与他同行 是我就在他的里面 他在我的里面 在基督里 我与父同行 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是与父同行的 他给我们一个模式 所以他说你要背上我的恶 就是你进入到他这爱的恶的里面 然后向我学习 就是说你看我的生命 看我怎么与父同行 然后学习向我要与父同行 你要背上我的恶 向我学习 因为我是心里如何千变 你的心就必得着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你知道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你进到服饰的时候 你带着服饰的重担 因为你好像感觉 就要非常的严肃 因为你带着服饰的重担 但耶稣却说 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但是耶稣背的那个担 是全世界救温的那个担子 没有任何一个人 带过的那个担 是这么的伟大 是这么大的 但是耶稣却是那和平之君 他是所喜乐的源头 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神的 Denise跟我们之前 常常这样子做得非常努力 让我们就是完全的 消耗我们所有的 那我们二十年之后 好像有二十年之后 不断地服侍主 服侍主 服侍主 我们那时候坐在一个 沙发上我们两个一层面哭 完全的消耗幸福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一切 不仅是我们身体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属灵 完全被消耗掉 因为我听过 我年轻的时候 听过别人说 你要为主发光 为主燃烧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我想跟你说 不要这样子做 当人这样做的时候 我很清楚可以看到 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把它当作 是一般的 每个基督徒都该做的 就是基督徒就是要过 那个很困难的那种生活 你要不断地 调望自己 让自己火热 然后让自己为主燃烧 所以我们里面 感觉到就是我们要 为主来调望 被主来燃烧 我真的很讨厌人家这样子 很多人说 我们要那种热忱 我们需要有热忱的人 这是我们说 最愚蠢的一句话 你可以想象 你问一个人 你热忱吗 他说 对 我很热忱 我非常的热忱 为什么东西热忱 我不知道 只是我很热忱而已 你知道热忱是某些事情 带出来的果子而已 你知道 你不是为爱热忱 你是先进到爱里面 才热忱 对不对 是你对这个人 进入到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你才会对他有热忱 你是在爱里面 得到这个热忱 我可以跟你说 如果你碰到神的话 你一定会热忱 而不是你自己想要让自己热忱 对你来讲 是个完全的一个喜乐 你甚至没有办法想象 用任何一个方式去 过你的生活 你没有办法让自己为主热忱 只有祂可以让你为祂来热忱 如果你只让自己燃烧有热忱的话 那只是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而已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我本来是要说 另外一个东西 它已经过去了 你知道 我们每次有那种 A school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人会说 你下一谈要讲什么 我说你下一分钟 我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有 我没有会去计划 下一步要干嘛 就只是让神来说 祂要说的 所以我就这样子来做个结尾 我们今天活在基督教里面 一个新的一天 神在往前走 祂在去到祂要去的地方 祂在做祂想要做的事 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去 你知道当那个云彩 在移动的时候 你就收起你的心里 开始跟祂一起走 你不是问说 我们接下来要去到哪里 有时候我们将会说 这天父爱带你 我们要去到哪里 我不知道 我只是走一步 我只是走一步 有时候别人会说 James你的意象是什么 你知道我的意象是什么 我的意象只是 那个主的那个背影而已 我根本看不到祂旁边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祂接下来走到哪里 我只是当祂走一步 我只是当祂走一步 我就跟一步 只是一步一步地走 我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要走到哪里 只知道我们是 像以基督 往基督那个 完全的形象的 那个完全脉象 有人会问我说 James你是一位使徒 还是一个先知 还是什么 你是教师 还是你是传福音 我说我真的不是那种传福音 他说你到底是哪一个 我说我只是一个孩子 跟着我的父亲而已 他会带我们进到耶路撒冷 我说的不是那种以色列 他有一天会带领我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说 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我们不用为这个担忧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地走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就跟我们的天父 在一个爱的那个恶的里面 当祂的爱涌流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祂的爱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祂的爱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爱也会回应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爱的恶的关系 祂在现今全世界去启示祂 祂是正在为父 而改变我们所有教会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气氛 这样的一个启示 对父的习惠会改变所有的一切 我们之前做的方式会停止 所以不要太留念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要太习惯只是当一个使徒 或是当一个先祖 或是当任何这种武从之分 不要认为自己当一个牧师 或是一个教师 觉得这样很了不起 那些只是对于这个 堕落世界的一个方式而已 你知道在天堂是不需要任何步道家 我们也不需要任何的牧师 任何的教师 不需要任何的教师 先知 这只是在这个堕落世界里面 所需要的职份而已 所以你不要留念这些的东西 我不喜欢人家称我 James牧师 因为我在我的恩赐 或是我的护照里面 不是当牧师 我只是想像耶稣而已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像耶稣 从来没有人说 耶稣牧师 没有人敢说耶稣先知 连小孩子都只是叫他耶稣而已 也没有说耶稣先生 只是耶稣 你知道最伟大的门徒 也都不想要人家用他的原本的名字 他只说是被阻碍的那位门徒 他不要人家 只能用约翰这个名字来认识他 他要他所有的自我认知 就是进行在被爱的这个身份上面 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被爱 神在带领我们进了一个新的一个季节 而且我非常期待 那是什么我们都在看 我们都在看 我